下面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JSX语法的一些细则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这里看起来很奇怪的 看起来像是HTML又不全像HTML 这个东西是JSX 它是我们主要学习的一部分 是Lyatt的一个核心 大家需要注意一点的是 虽然它看起来像是HTML 但是你更加应该把它看作JS 在JS的基础上添加了一点HTML的能量 称之为JSX 而不是HTML加JS 注意这个先后的一个问题 对你的理解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那既然是JS里面写HTML的话 那么在这里面JSX里面写的东西 就不能够触犯了JS的一些原则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要考虑一个兼容性的问题 现在我们先不着急讲一下 JSX在Lyatt里面是什么样的概念 它是在Lyatt里面描述Dum的一个方式 它并不是标准的ZoneSkip 所以说你看不懂是很正常的 在Lyatt中会被一个叫巴别尔这个东西 编译为ZoneSkip 它的原则比较像Less Less它是CSS的一个超级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写的东西看起来跟CSS很像 但是你直接把Less引读到页面中可以吗 那当然不行 需要经过编译 最终编译后编译成CSS文件 才能够被我们HTML去引用 同样JSX也是这么一个问题 比如说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 我们可以这样 CasterDemo 这是一个JS语法 对不对 去创建一个变量 但它后面等的这个东西 这是JSX 它是一个HTML标签 看起来才是HTML标签的东西 它是一个特别的东西 在Lyatt里面 然后经过Barbel.js编译之后 它会变成真正的 注意啊 这是Lyatt.js 然后这个是我们正常的 这边是我们会正常会使用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ES5 经过编译之后 会变成什么呢 会变成 调用Lyatt.createElement方法 去创建一个标签对象 OK 就是它会解析它 用一个真正任何浏览器都支持的 ES5的语法去执行 过程我们知道就可以了 因为它呢会带来一个小小的问题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如果直接把这个文件 引诱到HTML里面 那肯定是不好使的 只有通过我们的这个开发环境 经过这Barbel的一个编译 把它编译为ES5 才能够正常的运行 好 接下来我们会来讲一些 兼容性的一个问题 在这里主要是讲JSX里面 很多我们常用的HTML标签 是不允许使用的 比如说HTML标签属性 Fall属性 Fall属性会被用在哪呢 一般会用在我们的Label里面 Label里面用这个Fall 指向某个input标签的ID 比如说ID等于input 那么呢我们用这个Fall 就可以去直接点击 这Label里面的任何内容输入 点击这个Label里面的任何内容 都能指向这个input标签 那我们如果按照标准的HTML来写的话 应该是写Fall 然后我们保存 打开这里呢会报一个警告 这警告什么呢 错误的DOM属性Fall 你是不是说要用HTMLFall呢 它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不能用呢 因为它Fall在JS里面 是Fall循环的一个关键字 它是JS 那么你要去表达一个HTML内容的时候 那么你就得用JSX提供的Fall HTMLFall 去表示这个Fall属性 OK我们再看一下 现在呢就不会任何的bug了 而且呢这个Fall是可以好使的 那虽然它最终编译完之后 大家看这里啊 编译完之后仍然是HTML的Fall 但是呢注意这个HTML哪来的 是咱们JSX来的 编译过来的 所以呢在JSX里面呢 一定要写着HTMLFall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class的一个问题 class是我们在写些些样式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的一个类 对吧 这class这个选择器 那么同样啊 因为它在JS里面是声明类的关键字 所以呢我们需要用className来代替 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呢 有很多地方其实都用到了 这里className class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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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看起来类点之外 好像也没有别的区别 我们在JSX面写style属性的时候 需要使用JS对象 这个问题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想让这个HU标签 让它字变为红色 变红色怎么去变呢 首先我们会这么写style 写行间属性 等于什么呢 color red 这一切都没有问题 保存 等待报错 OK报了个错 就是说你要用JSX的话 那么这么写就不对 因为我们的这一个style 对吧 我说了 我们写的这个JSX不是html 所以不能这么写 我们写JS会经过一个编译的过程 那么同样呢 它的style会用JS去实现为一个行间的样式 这种原理呢 跟这query的一个CSS方法比较像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需要用一个对象 来表示我们的CSS样式 而且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要用两重的括号 具体是为什么 待会再跟大家解释 我们先来试一下好不好使 color 字符串 red 注意里面写的是JS的对象 里面这一段 我扩下这一段是什么 是一个object类型 是object类型 用object表示一个CSS样式 OK保存 等待它刷新 这一切就正常了 虽然最后还是被编译成了这种格式 但注意在JSX里面呢 只能用对象的方式去表示CSS样式 而且需要括号 套两条括号 对吧 这个待会我们去解释这个问题 好说完这个坚决性的一个问题之后 我们来说一下一个特别东西 这个括号 括号的意思是在JSX中执行一个JS代码 应该不会有很多问题 就像我们ES6里面是怎么去执行的 回到我们的一个demo6的一个例子里面 demo6里的例子里面 如果我们想在一个字符串里面 注意啊 是ES6字符串里面 执行一段代码的话 需要用 不是那一行语句 对吧 准确是一行语句 那执行一行语句的话需要用这个$对吧 这样的方式去表示 那么JSX里面呢 更加简单 它是不需要这个$符号的 直接用这个一对话括号 就能表示你正在执行一个JS的语句了 而且需要说明的问题是什么呢 它是一行JS语句 什么叫一行JS语句呢 那么你写个for循环可以吗 不行 这是一个代码块 定一个函数可以吗 不行 代码块 那什么可以呢 第一个三元印算符的例子 第二个是我们调用某个数组的MAP方法 forH方法等等这种方法的时候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在这里想运行一段JS代码 比如说我们设置了在Render里面 这个函数里面定义了一个东西 warnam等于小名 那我们怎么去使用它 在这里用括号nam表示 使用当前作用域的这个nam这个JS的一个变量 那这个在哪呢 在这儿 先我们保存 好 看看效果 就出来小名两个字 OK 我们看一下区别 这是一个JS的一个nam 那我们普通不写括号 那是怎么样呢 html的nam 看起来没有它的区别 对吧 但是你看这两者区别在什么呢 这里能把小名这个变量 找到这个变量 找到它真正的字符串的值 那在这个html里面呢 你写啥就是啥呗 这个希望大家理解啊 那么我们也可以这个判断 nam等于 小名 对吧 名字等于小名吗 我们做个简单的三元运算符判断 小名 nam等于小名吗 等于的话 这是小名 不等于呢 不是小名 就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三元运算 可以看到这里呢 这是小名 这个代码呢 被正确运行出来了 好 另外一种方式啊 是我们会用一个调用某个方法 比如说 ar等于12345 让我们同样可以通过一行语句 把12345都渲染到html里面来 怎么写呢 ar.map 注意一定要用map方法 因为map是我们yes6里面提供的一个便利方法 它能够把luturn的结果 能把我们每一个回调函数luturn的结果 每一个回调函数luturn的结果 整合为一个数主 对吧 或者整合为其他内容 渲染到页面中 好 我们看一下vk 然后呢 luturn 什么呢 我要写一个jsx的一个语句了 luturn就是jsx 注意不是html 是jsx 那么在jsx里面 我们要存放某个值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这么去写 v 记得一定要加上这个花括号 因为我们写的是jsx 不是html 当你要表示任何的变量的时候 一定要加上这个花括号保存 刷新可以看到 12345 咔咔咔咔 这么五个luturn 标签瞬间就生成了 对吧 就这里呢 这是这么一个问题 好 回到这个问题里面 我们要说明这个 那这个style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用花括号表示 我们要运行一段什么东西 要运行一段js代码 要这段js代码的内容是什么呢 它的内容是一个object类型对象 那么为了让大家更加理解 我给大家加几个例子 在这里做三元运算可不可以呢 当然是可以的 比如说nam 等于小名 是小名呢 那么我要你的color为red 那么你不是小名呢 那么color呢 为green 绿了 OK 这么写可以吗 因为我们三元算符 如果是tru的话 返回的结果是这个 false返回结果是这个 我们这个style最终要接受一个对象 可以了 而这个对象呢 必须使用js的这个括号 对吧 jsx里面写js 预计的这个滑括号标起来 保存 可以看到 这就是红色 等于换成别的 换成一个false的条件 都能变为绿色了 这是我们解决的这么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jsx中使用注释的这种方式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在这里呢 是不能写html的注释的 因为它会经过编译 所以我们要写注释 可以按下command加斜杠 这是一个注释 但你也看到 它里面写的是什么注释 其实它是一个js的注释 然后用这个滑括号包起来了 表明里面是一段js语句 这时候注释就会完成了 下面是jsx的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需要注意 jsx中必须只有 只有一个根结点 这是一个正确的例子 因为呢 我们用了一个div 这么一对根结点 去包含了其他全部的内容 这是一个错误的例子 这里拟了两个根结点 这样呢 是不允许的 会被报错的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举个反例 p 对吧 写多个p标签 这是 另一个p ok 现在我们拟了两个根结点了 咔嚼就报错了 jsx element must be wrapped in and in closing tag jsx的内容 必须被包含在一个closing 关闭的标签里面 就说白了 只能有一个标签 ok 在我们最后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jsx呢 应该被看作一个普通的一个数据类型来使用 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么去写 const app等于什么呢 div 用任何我们正常的一种方式去使用它 div this is app 然后呢 我们捋探的时候 就可以不用捋探这一堆jsx了 可以怎么样呢 直接捋探app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 只是换了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好 我们看一下 this is app 完全没毛病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对待jsx的一种方式 那么我们一般使用的方式呢 一般是这样 懒得再去定义新的变量了 对不对 那么你要知道两者的这个jsx的一个区别 可能它应该被当作一个特别的一个数据类型 或者一个对象去使用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是我们这个课 第二课一个语法解读 最后一个内容 让大家去体验一下我们一个点赞按钮 用reactor 完全真正的reactor是怎么去实现的 那么这个点赞按钮 我们先把对的内容去掉 还记得我们点赞按钮 在一开始我们设计的时候 说它有两种状态 所以我们要在constructor里面 去设置this.state 初始化这个状态 对吧 记住第一步先继承 然后this.state 等于 初始化一个state like like呢 两种状态 要么是true还是false 我们初始化为false 然后我们在jsx return的时候 我们来做一个东西 button OK type呢 就是原来html有的 那我们直接写一个 button 我们的按钮两种状态 两种状态结果不一样 就像我们之前例子里面 我给大家看一下 之前的例子 这例子是喜欢的时候 不喜欢的时候会显示喜欢 然后字是黑色 点完喜欢之后会变为红色 那么现在我们根据两种状态来设计它的样式到底应该怎么样的 style 等于 什么呢 要根据什么来判断呢 this.state.like 要根据like来喜欢 color应该是什么颜色 color应该是红色 对吧 那不喜欢呢 color为black 正常的黑色 那么里面内容也是会根据这个state来改变的 那我们这里面呢 写一个花括号 表示我们要使用js的一些语句 首先是this.state.like 根据like来判断 喜欢吗 喜欢的完之后里面是以赞 那不喜欢呢 里面的应该是 好 不喜欢 那么呢 我们就有了一个根据state来改变自身的状态的一个按钮 好 我们放大点看一下 不喜欢 也不是不喜欢的吧 等待你喜欢的一种状态 那我们现在要的效果是什么呢 点一下咔嚓 然后呢 变为喜欢 我们之前说过 要我们在内里面实现一个handleclick方法 这click方法就做一个事情 它会不断的去更新this.setState 更新这个状态 setState 好像有个对象对吧 like为非 this.state.like 更新了这个状态 对吧 用setState的方法 那现在我们有setState方法 应该怎么挂到这个按钮里面呢 我们需要给这个按钮挂一个onclick事件 就这一部分我们咱们还没讲 下一个会讲 按照写一下 onclick 注意c是大写的 等于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要运行一个js语句 然后什么呢 this 要注意啊 this是不对的 应该这么写 this.handleclick 为什么这么写呢 这语法什么意思呢 这是我们下节课重点讲的一个内容 现在你先按这个写就可以了 OK 这个其实特别简单 不用着急 onclick 然后我们点击 它会不断的切换自己的状态 对吧 喜欢点击完之后变为以赞 以赞点击变为喜欢 取消这个赞 那么跟我们实现的 今天实现的效果呢 是非常像的 但现在呢 是真正的 纯的 liate去实现的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做这个例子的时候 是怎么去想的 首先我们要根据这个组件的一个状态 初始化一个state 注意下一个问题是 它会constrata之后 就是说这个button里面的一些内容呢 都是根据我们的state 比如这里 它的颜色 它里面的html内容 都是根据我们的state的like 来判断的 totally根据我们state来的 对吧 然后我们state 给了这个按钮不同的样式 同时我们给它挂了一个onclick事件 这onclick呢 将会调用这个组件的handleclick方法 也就这个方法 将会继续的去调用setstate setstate 我之前给它说过 是更新这个状态 对吧 然后我也说了一个问题 说lander方法 比较特别是什么呢 它只有在每次setstate之后 才会去运行这个lander 同时呢 lander也要在这个state里面 取状态来渲染页面 到这个html里面 这一句的意思呢 是针对于这代码 就lander要在state里面取状态 setstate呢 是改变这个状态 我之前也说过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里说的lander函数 只在state改变或处发 我们举个例子啊 我们试一下console.log lander函数处发了 找重新渲染的内容 我们看一下 一开始lander函数处发了 然后我们点击喜欢之后 要注意这个问题啊 我们点击喜欢之后会怎么样 它会调用setstate setstate是根据这个handleclick去调用的 那么我们看看setstate之后会怎么样 点击喜欢 每次setstate都会去调用lander这个函数 就是我们lander一个问题 那么其他任何的情况 当然对目前来说 任何的情况都不会导致这个组件重新更新 只有当setstate调用的时候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问题 好把这个例子写完之后 咱们第二课大家成功的通关了 就是我们成功的了解了react基础的语法 但那重点呢 在这jsx里面呢 很多东西需要大家去适应的 而且最头疼的是 对大家来说应该是 它有部分是jsx的内容 部分呢 是这个es6的内容 它们两个结合在一起 对大家来说就形成了一个壁垒 那你要注意的是哪些是jsx的内容 哪些是es6的内容 比如说这个花括号就是jsx的内容 这个箭头函数呢 是es6的一个内容 好这一课呢就到这了 我们下节课会对这个react的一些核心内容 进行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讲解 靠近мер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